李敖长女打官司征产?称妇女彼此利用 83岁台湾著名作家、文化及时事评论家李敖18日不抵脑瘤病魔时事,长女李文更发出七大声明要打亲自诉讼征产,和父亲李敖的关系会说事件不断理还乱。 54岁李文是当年李敖与女幼王上心所生。 他坦言跟爸爸十年不见,人在台北也没见爸爸最后一面,跟爸爸只剩血缘关系,像好友关系,所以父亲离世他没那么难过,也没掉泪。 百亿杀 爸爸会走,前一晚突然头痛。 李文坦言诉讼是要跟李侯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弟妹争产,他觉得小妈没把他放在眼里。 他掀开与弟弟李勘的恩怨,以前他去北大念书,我曾经想说可以照顾,带他去哪里走走,但他不需要,我也不需要跟在他屁股后面。 但有次他对外说自己是李家第一个博士,我也是博士,这句话对我不尊重,他就只是个小屁股,他是谁啊? 后来有人问他,知晓吗?他说不太认识李文,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